我有三位表哥 他們都說愛我 可一個想拿我做妾 一個要我做外事 還有一個非要拉我私奔 算了 這撒不行 我再找下一個 可就在我扭頭同意了隔壁小將軍的求親後 他們撒卻後悔了 五歲那年 父母雙亡 我一個人去投奔了 在臨府給大老爺當妾的姨母 從此 就成了臨府寄人篱下的表姑娘 從小我便知道 想要嫁個好夫郎 得靠我自個兒努力 可雞蛋不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所以急急這年 我給臨府三個表兄同時拋出了橄欖枝 他們三個都很歡喜 老承持重的大表兄約我今日上午在小花園見面 我給自己畫了個楚楚可憐的妝容 穿了一身顯得我弱柳浮風的衣裙 就領著丫鬟小翠去了 臨家的公子都喜歡這個款 果不其然 大公子見了我後 眼睛都亮了 他滿心歡喜地看著我說 希兒表妹 我必不負你一片真心 最近 母親打算給我定下趙家大姑娘 等她日後進了門 我便求母親 把你收進府中 哦 當妾呀 那算了 我頓時歇了心思 自打進了臨府 看到姨母當妾這些年寿的委屈後 我就發誓 這輩子都不給人做妾 不過 這人也不能得罪 我哭哭啼啼地跟大公子 演繹了一番有情人不能忠誠眷屬 說我不願破壞她未來的生活 助她跟趙家大姑娘白頭偕老 隨後便與她辭別 回到院子裡 小翠咬牙切齒地催了一聲 姑娘 您是沒瞧見 方才您哭著走的時候 大公子還一副失魂落魄的難過模樣呢 呸 裝什麼深情 還不是想那姑娘您當妾 我笑了下 心裡頭也沒多失落 對小翠說 別這麼說 我家是差 大公子不想娶我也正常 不怪人家 這個不行 找下一個就是了 第二日 三小姐約我去船上賞花 結果到了後 沒瞅見三小姐 倒是在船裡看到了 溫溫爾雅的二公子 哦對了 三小姐是二公子的親妹來著 二公子手拿折扇 朝著我笑著行李 希兒表妹 幾日不見 欲發漂亮了 我驚訝一瞬 然後紅著臉 掩面 查理查氣道 二表兄 不要取笑人家了 二公子很吃這套 低笑出聲 他行為舉止彬彬有理 坐在我旁邊與我談天說地 可最後說到親事 面露愧色 猶豫到 希兒表妹 這幾日我思考許多 一直為了你我的事情 食不下咽 我很想娶你 可依你的身份 母親恐怕不許 不過我對天發誓 絕對不會辜負希兒表妹的一番情意 前些日子 我在外面置辦了個宅子 日後 你我二人便在那裡生活如何 我雖不能娶你 可我也絕不會娶旁人 如此一來 你同我明媚正娶的妻子 也沒什麼區別了 唉 這個秉化得太大 我有些吃不下 虧她想得出來 做外事 還不如大公子許的妾呢 我紅桌眼婉拒二公子 說我絕不做無眉苟合之事 就算是她也不行 說完 再次哭哭啼啼離開 罢了 再找下一個 二公子同款失魂落魄 我愧疚臉 第三日 我又換上同樣的妝容衣服 去見了三公子 三公子年輕氣盛 比那兩個好騙 可她有個凶得出了名的親娘 她一心一意要娶我 但是又怕被她娘打斷腿 所以一臉高興地同我說 希兒表妹 我想到了一個好主意 你我二人私奔吧 去一個沒人見過我們的地方 你知不我耕田 做一對神仙眷侶如何 呸 娘寶男 誰要跟你一起過苦日子 我垂頭難過道 三公子 日後不要來尋我了 我不想你日後遠離父母 同我過鄉野村夫一樣的日子 你是林府金貴的小公子 本應前途一片光明的 忘了我吧 我不值得 說完 我沒再看三公子 跟他兩個哥哥一樣 同款失魂落魄的模樣 轉身離去 唉 林家的三位表兄 沒一個能要的 還得再找下一個 姨母也在籌我的婚事 還為我去求了大夫人 大夫人是大公子的生母 向來不喜歡我與姨母 硬生生叫姨母洗腳端碗的伺候了好幾日 才肯答應幫我尋一門親事 結果 她給我找的男子 不是瘸的 就是薄的 要不便是中年喪氣的窮光蛋 姨母回來時 被戳磨得不成樣子 膝蓋都跪出了血 她摟著我哭了好一通 我攥著拳頭想 等日後我嫁了好人家 就想法子將姨母接出去住 不叫她再受這種委屈 當日 大公子聽到了風聲 尋到了我 她苦口婆心地勸我 嫁給那些人 還不若嫁給她當妾 就算日後正氣進了門 她也會好好待我 我頭一次裝不下去 衝她發了火 讓她滾出去 她大抵沒在女子身上 受過這種委屈 當即也沉下了臉 壓著怒氣捅我說 你若是後悔了 想通了 便來尋我 然後拂袖離去 我想 我這輩子 大抵都不會後悔 又過了半月 快到了科舉放榜的日子 府裡頭的三位夫人 早早就準備去看榜了 除了是想給家裡頭的 三位少爺看榜外 還是因如今京城石心地綁下桌序 三位夫人都想領著自己姑娘們瞧瞧 有沒有相看上的夫郎 姨母聽說後 便去求了大老爺 大老爺允了 吩咐大夫人帶我前去 可在路上 大夫人生的五姑娘 就喊停了馬車 她一臉嫌悟地瞪了我一眼 陰陽怪氣道 生了一副狐妹子模樣 跟你那個賤人姨母一樣討人嫌 也不瞧瞧自己什麼身份 稍微有點身份的秀才老爺 也瞧不上你這種東西 也趕舔著臉跟本小姐一塊去 小翠氣得紅了眼 我沒吱聲 大夫人是林府的當家主母 城府很深 喜歡軟刀按鍵的搓磨人 她假意呵斥一聲 五丫頭 都是自家姐妹 不可無理 說完 朝著我和蔼地笑了笑 道 西丫頭 我瞧著這馬車 似乎走不動了 約莫人太多了 眼瞧著也快到地方了 你便下車走去吧 我跟小翠被從馬車上趕了下來 小翠紅著眼睛直哭 姑娘 這離著看榜的地方還有十幾條街呢 她們怎麼能這麼戳摩你 簡直太過分了 我笑著安慰她 別哭了 再哭臉要皺了 再臨輔十年 再重的苦難都過來了 這也算不得什麼 小翠磨磨眼淚 這種日子 什麼時候是個頭 我遞給她帕子 等你家小姐嫁了人 就帶你去過好日子 穿過無數條大金小巷 等我領著小翠過去時 早已人去樓空 我看著榜 林家三位少爺 三少爺落榜了 大少爺跟二少爺中了同進士 沒多久留 我就帶著小翠往回趕 若不早點 走回去便要天黑了 快到臨輔之時 天色已經微沉 路過小巷子 忽然穿出兩個流裡流氣的男子 攔住了我跟小翠 我活了大半輩子 還沒見過這麼標誌的牛 難起被窩來 肯定別有一番風味 我醋了醋眉 小翠擋在我面前 你們想幹什麼 我警告你 我們小姐 可是林府的姑娘 若是經了我們小姐 林府饒不了你們 男子吃笑一聲 一把推開小翠 滾遠點 然後笑得猥瑣 朝著我走過來 小美人兒 今天落在爺手裡 算你倒霉 我捏緊拳頭 忍不住冷笑了一聲 徹底壓不住火氣了 今日真是運氣被 什麼阿貓阿狗 都敢來招惹姑奶奶 我左右瞧了瞧 沒看到人 稍稍放了心 在她快要抓到我的時候 直接捲起袖子 一拳頭抡了上去 男子慘叫一聲 摔倒在地 吐出兩顆牙來 我拎著裙擺 抬腳踩在她的胸口上 怒罵道 沒眼力的狗東西 姑奶奶今天不打得你滿地找牙 就不幸削 與此同時 牆上跳下一男子 怒斥道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靜敢 他看著被我踩在腳下的男子 話音戛然而止 我下意識扭過頭 看著那位唇紅齿白的少年郎 動作一時一僵 我倆對視一眼 兩臉懵逼 糟糕 我連忙收回腿 慢吞吞且優雅柔弱的放下裙擺與袖擺 我天生神力 但姨母說 姑娘家這樣不好 打小便叮嘱我 不要在外人面前展露出力氣 易於常人這件事 姨母還說 這世上男子 皆膚淺之人 喜愛漂亮無辜 看起來柔弱可欺的女子 若是叫人知道我天生神力這件事 日後很難嫁人的 這是頭一次叫人發現 我有些慌亂 半晌後 對面唇紅齿白的少年郎朝我一笑 他眸子很亮 模樣生的也很俊秀 他好奇地問我 你是林家哪位的姑娘 我手指捏緊帕子 腦子轉了幾圈後 小聲回答 回公子 小女子是林府的五姑娘 他笑得很爽朗 林府五姑娘 好 我記住了 我輕輕鬆了一口氣 對對對 天生神力 把人打掉兩顆牙的人 是那缺德的五姑娘 你可千萬別結婚了 第二日下午 林府一整片喜氣洋洋 我與小翠逛園子之時 意外碰到了五姑娘 跟她兩個大丫鬟 我正準備離開 被五姑娘瞧見 她柳眉一束 當即道 薛信 你過來 幫本小姐採點花瓣 我無法 只好慢吞吞地走過去 她上下打亮我幾眼 眼神高高在上 吃笑一聲 瞧你這一臉帥樣 想來也沒有秀才公子 能瞧上你 是 有些人啊 心比天高命比紙薄 也不想想自己到底配不配得上 要我說 我娘跟你相看 那個趙大郎 就挺好的 我低頭不渝 趙大郎 是城東賣豆腐的 年約四十 錢東那個娘子 去了快二十年了 她身邊的丫鬟 也陰陽怪氣道 是呢 可不是誰都有小姐 您這樣好的 身是模樣才學的 咱們小姐 那可是京城裡頭的頭一份 就連隔壁府的小將軍 都對您情根深重 非您不娶你呢 要知道 這位小將軍 可是滿京城龜秀 都想嫁的少年郎 她誰都瞧不上 只喜歡小姐您呢 這話說得吳小姐沒開眼笑 她得意地看了我一眼 然後故作矜持道 娘說了 明天與她相看一下 這位小將軍 雖說是滿京城龜秀的夢中晴郎 可我若是瞧不上 她便是在心悅我 我也不會嫁的 我摘著花想 難怪林府 今日一派喜氣洋洋 原來是有人來提親了 唉 沒想到那位小將軍 戰功赫赫 卻是個瞎了眼的 第二日 五姑娘與隔壁府中的小將軍相看 大夫人跟五姑娘 打扮得極為隆重 其他姑娘們 羡慕得快要紅了雙眼 府中所有人都嚴陣以待 準備迎接那位小將軍 姨母也拉著我去看了熱鬧 角落裡 姨母羡慕得眼睛都快紅了 什麼時候 我的夕兒也能找到這樣的如意郎君 我的夕兒這般好 怎的這世上就沒有眼神好的男子呢 我笑著安撫姨母 早晚會有的 姨母又一臉唏嘘地跟我咬耳朵 那小將軍莫不是個瞎的 這府中的五姑娘向來囂張跋扈 生的也沒我的夕兒模樣好 這位小將軍怎麼便瞧上他了呢 我鄭重地點了點頭說 我與姨母英雄所見略同 結果這番話 正巧叫路過的三位少爺聽到了 全都駐足看過來 姨母得知自己失言 嚇得臉色發白 我看了看旁邊沒有旁人 安撫地拍了拍姨母的手 大少爺如今對我因愛生恨 他看都沒看姨母一眼 只對我冷嘲熱諷道 五妹是我林府迪小姐 自然值得這麼好的 夕兒表妹 我勸你早點認清自己的身份 你急不上我五妹一份 還妄想當一個高門貴婦 當真是痴人說夢 若是你願意給我當妾 先前的是 我可以既往不救 大少爺甩袖離去 二少爺也醋眉 失望地看向我 等大少爺走遠 他道 姨兒表妹 沒想到你竟有如此野心 難怪不肯做我外事 你當真糊塗 那些名門公子 是瞧不上你這樣的姑娘的 給我做外事 總好過在林府給大哥做妾 你好生考慮一番 說完 他也抬不離開了 三少爺是個單純的 他紅了眼睛看著我 姨兒表妹 大哥與二哥 是不是氣辱於你了 你的身份 我娘親是萬萬不會同意我娶你的 你若是後悔了 便來尋我 我帶你私奔 我搖了搖頭 謝過三少爺 謝兒從不曾後悔 姨母聽著這三人的話 險些被氣暈過去 等三位少爺離開後 他才紅得雙眼 將我揽入懷中 是姨母沒用 委屈我的謝兒了 姨母已經帶謝兒很好 我不委屈到 央國民風開放 男女可面對面相看 重意了再商討親事 花園中 五姑娘打扮隆重 面上戴著修衣 有丫鬟匆匆進來 夫人 小姐 陳小將軍到了 五姑娘滿臉欣喜 隨後瞥了我一眼 你怎麼也來了 不過來了也好 正好瞧瞧 什麼紳士 應當配什麼人家 山姬永遠都當不了鳳凰 若是我與小將軍婚事定了 便將你指給她的小絲 也省得你整日仇嫁 姨母氣得雙眼發紅 我捏著帕子 朝她茶裡茶氣地笑 不老五小姐費心了 五姑娘說了一句晦氣 就扭頭不看我了 遠遠的 我瞧著一個唇紅齿白的少年 狼走了過來 等徹底看清楚面容 我有些詫異 這不是那夜見到我天生審理 問我是誰那個小郎君嗎 這絲一邊往這邊走 還一邊朝著我咧嘴笑呢 吳小姐迫不及待地迎上去 紅著臉開口 陳小將軍 陳小將軍一正 皱眉嫌悟後退兩步 你是誰 大夫人笑著走過去 陳小將軍真愛說笑 這便是家女 你要求娶得林府五姑娘呀 陳小將軍疑惑地看了她一眼 然後抬手指著我 開口道 莫要胡說 我要娶的人 是她 刹那間 在場所有人都傻眼了 大夫人僵硬地說道 陳小將軍 您莫要開玩笑了 陳小將軍 我這人從不開玩笑 吳小姐看了看她 又看了看我 最後無地自容 哇的一聲 哭著跑了 大夫人咬牙道 可這丫頭 是我府中妾室的親戚 與小將軍身份不匹配 若是林小將軍實在喜歡 可與我家五丫頭成親時 叫這丫頭當陪嫁跟過去 陳小將軍走到我面前 問我 你不是林府五小姐 我攥緊趴子 咬牙點頭 小將軍 奴家出身不好 你與五小姐 才是天造地設一雙 大夫人平日裡苛責我與姨母便算了 若真為了嫁女兒 將我送去做妾 我這輩子沒了盼頭 乾脆與他們同歸於盡算了 陳小將軍笑了 我名陳雲舟 你這副扭捏的樣子 不大可愛 我還是心願你本來的模樣 我娶那五姑娘做肾 我又不認識她 身上的香氣熏死人了 我要娶的人是你 至於出身什麼的 我從不在意 我愣住了 在場所有的人都愣住了 恍惚間 我察覺到大夫人氣得要殺人的目光 還有三位少爺震驚 錯愕 憤怒的眼神 恰巧這時 陳家女眷也到了 為首英姿飾爽的貴婦人 是陳雲舟的母親 大夫人見了陳夫人 瞬間有了主心骨 忙迎上去 陳夫人 您可別由這小將軍胡來啊 這希兒丫頭 是我家夫君妾室的外甥女 父母早亡 身勢太低 哪裡能配得上小將軍 我垂下眸子 余光看到三位少爺 瞬間鬆了口氣的樣子 還有大夫人 恨恨恨瞪了我一眼 滿臉譏諷的目光 我正準備離開 卻被陳雲舟攥住了手腕 陳雲舟看向陳夫人 娘 這就是我跟你說的那個姑娘 陳夫人皱眉看了大夫人一眼 說 我們陳家 從不在意什麼紳士門弟 只要是我兒喜歡 便當得起我陳家的兒媳婦 說完 她又朝著我走過來 笑著抓住我的手 真是個俊丫頭 瞧著就讓人心生歡喜 一看便是我陳家的人 難怪我兒喜歡 陳夫人話音一落 所有人都傻眼了 我跟陳雲舟定了親 這事兒 在臨府鬧翻了天 大夫人跟五小姐 恨我恨得牙根癢癢 但是陳雲舟給了我兩個會舞的丫鬟 日日服侍著我 他們也只能甘生氣 奈何不了我什麼 姨母這幾日總是神神叨叨的 還沒從我即將嫁給陳雲舟 飛上枝頭 當鳳凰的興奮中緩過神來 倒是那三位少爺 輪番找路好幾次 只不過我已經與陳雲舟定親 並未見他們 聽小翠說 大少爺來時臉色慘白 二少爺喝得醉醺醺 三少爺則是紅了眼睛 哭了好久 他們託小翠與我說 他們願意為我反抗家人 娶我為妻 求我能夠回心轉意 小翠同我說這事兒的時候 還恨恨地催了一口 早幹嘛去了 原先一個個不是要小姐當妾 就是要小姐當外事 如今倒是裝起深情來了 我笑著說 日後不必再與我說他們的事情了 兩個丫鬟跟陳雲舟說了這事 晚上 陳雲舟就氣呼呼地翻牆進了我的院子 當時 我快入寢了 窗戶被敲了兩下 我披上衣服 拉開窗戶 就見陳雲舟站在窗外 她的臉這會緊緊繃著 見我開窗還瞪了我一眼 顯然是帶著氣來的 我彎腰行李 像是以往應付其他男子那樣 朝著她眨了下雙眼 茶裡茶氣地開口 小將軍深夜來此處 不知所謂何事 陳雲舟眉頭緊皺 你眼睛抽筋了 我笑容險些掛不住 她又道 你染上風寒了 聲音怎麼也這般不正常 我笑容徹底僵住 其實 我並不知道 這位陳小將軍為何會娶我 那日只淺淺談了幾句 他們便回去了 我與她也不過第三次見面 並不了解她 答應嫁給她 也是因為我想離開林家 找個好人家做正妻罢了 姨母幫我問了 陳家家風幾好 陳家男子均只有一個夫人 沒有其他女眷 對待夫人也是禮讓客氣 所以全京城的閨秀們 都想嫁進陳家 我沒想過什麼親親愛愛的 如果能嫁給這樣一個夫君 我會為她裝一輩子溫柔體貼的好夫人 結果剛見第三面 我便有些裝不下去了 沒有 我破罐子破摔 你來尋我所謂何事 陳雲舟仍舊是一副不痛快的模樣 凶巴巴的瞪著我說 林家那三位少爺 都來求娶你了 可我陳家定了的親 便沒有退親一說 你若是敢不嫁 我便去求個聖旨 我看著陳雲舟 方才明白過來 她這是在吃醋 我扑斥一聲笑了 輕聲哄她 小將軍誤會了 在我心中 他們三個加起來 都不及小將軍十分之一 我今日並沒有見他們 陳雲舟被我三言兩語哄好了 臨走前 她有些羞涩地與我說 你日後在我面前 不必裝作大家歸秀的模樣 我還是喜歡你原本的樣子 我疑惑地問 原本什麼樣子 陳雲舟雙眼亮晶晶地看著我 我喜歡你拎著裙子踹人 捏著拳頭打人的模樣 哦 我懂了 陳雲舟喜歡母老虎 跟陳雲舟成親這日 林府看似喜氣洋洋 實際上除了姨母 所有人都喪了一張臉 陳雲舟來接親的時候 林家三位少爺 全都眼圈紅彤彤 使出了渾身的本領藍親 不成想 陳雲舟也是個心眼小的 直接出黑手 把這三人給打了 林家幾位夫人 心疼地愛優愛優指教 但礙於陳雲舟的身份 也只能忍了 新婚夜 陳雲舟沐浴後 紅著臉 雙眼亮晶晶地來到床榻邊 瞧著她這副模樣 我忍不住也有些慌了神 雖說我仇嫁許久 但這還是頭一遭嫁人 更是頭一遭與男子共處一室 難免有些緊張 我低垂著眉眼 不知所措地盯著床 這時 陳雲舟開了口 希兒 我有件事情 很早之前就想做了 我更緊張了 握緊了拳頭不吭聲 陳雲舟攥住我的拳頭 激動地開口 我們來掰個手腕 試試誰的力氣更大一些吧 我抬起頭 睜大雙眼 不可置信地看著她 你說什麼 陳雲舟不好意思地挠挠頭 是不是我太唐突了 你不願意 姨母說 想要在傅家穩住腳跟 就要試試依著夫君 於是 我跟陳雲舟掰了手腕 並且一不小心 把她手給掰骨折了 洞房夜 陳雲舟的哀嚎聲響徹整個臣府 臣夫人跟陳將軍慌忙趕來 連忙請人去喊太醫 陳雲舟忍著疼對她娘說 娘 不怪希兒 是我非要與她掰手腕的 我慌張而內疚地站在角落裡 新婚夜把夫君弄斷了手 想來要遭人厭棄了 誰料 陳夫人與陳將軍 全都雙眼一亮看向我 陳夫人先是用力拍了下陳雲舟的肩膀 疼得陳雲舟臉色一白 隨即讚賞地拉住我的手 不愧是我陳府的媳婦 果然有本事 陳將軍爽朗大笑 雲舟 你小子眼光不錯 我傻眼了 很快 太醫就來了 陳雲舟骨折 手臂要養大半年 第二日 整個京城都傳遍了 說陳家陳小將軍千挑萬選的新夫人 是個母老虎 剛成親第一天 就把陳小將軍的手給打斷了 偏生這陳家小將軍的新娘子 是個沒背景的 這一遭看來是失了寵 想來過不了多久 就得成為下堂父了 京城裡頭的姑娘們高興壞了 本就覺得我配不上陳雲舟 等我被修了 陳雲舟另娶 他們便又有機會了 很快 就到了我回門的日子 臨出門前 陳夫人與我說 你這丫頭 哪兒我都喜歡 就是總是裝作一副 娇滴滴大家歸秀的模樣 叫人實在瞧著別扭 我演一瞅 就知道你同我是一樣的性子 丫頭 不必這樣小心翼翼的 如今你嫁入了我陳家 不必再看別人的眼色過火 就算天塌下來了 也有我與你爹頂著呢 這是頭一次有人與我說這種話 從小到大 在陳家 姨母總叫我忍著 說沒人會喜歡力氣大的女子 她們都喜歡叫滴滴的 我以為 所有人都這樣 直到遇到陳雲舟 我眼眶忍不住有些發熱 陳夫人叹了口氣 拍了拍我的肩膀 是個習武的好料子 你今年剛十六 倒也不晚 丫頭 你願意跟我學舞嗎 娘 我願意 陳夫人笑得十分開心 好 好孩子 從明個起 你就隨我一起練舞 一到林府門口 就瞧見了無數張熟悉的面孔 她們看到陳雲舟 纏著繃帶的手 全都露出各色神情 林大夫人率先走上前 嫌悟地瞪了我一眼 隨後跟陳雲舟道 小將軍 是我林家教女無方 養出了這麼個不懂規矩的東西 今日 您要修還是殺 全憑您做主 我林家絕無怨言 再看旁邊 是一臉譏諷 仿佛在看笑話的五小姐 三位少爺文言坐不住了 忙一口同聲求道 陳小將軍 將他修了也就罢了 看在我們林府的面子上 留他一條命吧 這會兒 我也顧不得往日的優雅了 忍不住翻了個白眼 留我一條命幹什麼 回到林府 好給他們三的當小妾嗎 還沒等我說話 姨母紅著眼圈跑出來 她披頭散發 臉上還有個紅蓬蓬的巴掌印 看起來狼狈急了 她後面還跟著好幾個丫鬟婆子 正著急地追 姨母甩開他們 跪在陳雲舟面前 小將軍 您要打要罵 就衝著我來 希兒是被我灌壞了 您千萬別生她的氣 大夫人憤怒開口 還愣著幹什麼 還不快把她給我抓回去 看著姨母這副模樣 我氣得渾身發抖 趁我不在 林府竟然又這般折辱姨母 姨母 你起來 你這是做什麼 我忍著淚去扶她 姨母瞪了我一眼 哭著拍開我的手 死丫頭 你要氣死姨母啊 姨母不肯起來 仍舊抓著陳雲舟的褲腿 央求道 陳小將軍 你有氣 就打我罵我 千萬別怪希兒 陳雲舟趕緊彎腰 用完好的那隻手 將姨母扶起來 姨母 您快起來 希兒是我的娘子 我疼她還來不及 怎麼會怪她 我的手是意外 並不怪希兒 姨母請放心 不光是我 我父母也十分疼愛希兒 段沒有修妻一說 姨母一愣 陳雲舟則是握住我的手 臉色難看地對眾人道 希兒是我的娘子 我們夫妻二人感情很好 就不勞諸位擔憂了 若是林家人 再如此看不起我的夫人 就別怪我翻臉無情了 眾人一聲不吭 我則是著急問道 姨母 你這傷勢如何來的 姨母畏畏縮縮地看了大夫人一眼 尷尬地笑了笑 沒什麼 我自己摔的 你們沒事就好 我用力捏緊拳頭 扭頭死死地盯著大夫人 忽然 陳雲舟又用力握了一下我的手 她扭頭看向我 低聲開口 希兒 你想做什麼便做什麼 我總會站在你身後的 她的眼神我看懂了 她同陳夫人一樣 希望我做自己 不再像是以前那樣委屈求全 我看著她 看著姨母 擦去眼角的淚 這一刻 我忽然有了 不再偽裝的勇氣 五小姐大底是聽了陳舟的話 心裡不痛快 方才那點子幸災樂禍的 得意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會兒看我冷冷地盯著大夫人 當即冷哼一聲 冷嘲熱諷道 你看什麼看 薛姨娘是我爹的妾室 就是我家的下人 就算是我娘打得又如何 沒有規矩的東西 我臨家的事情 也輪得到你來過問 閉嘴 我說話 哪裡有你插話的範兒 我低喝一聲 直接上前兩步 一巴掌甩在五小姐的臉上 這一巴掌 我用了三成的力氣 但直接一巴掌 將五小姐刪得後退好幾步 尖叫一聲 跌倒在地上 不可置信地看著我 她臉腫了老高 嘴角都是血 看起來狼狈極了 她張了張嘴 剛要說話 就吐出兩顆牙齒來 賤人 你敢打我 她說話還有些漏風 自己發現後 崩潰地哭出了聲 娘 你要替我報仇 大夫人焦急地跑過去 將她扶起來 快去請大夫 大夫人氣瘋了 其他人也都一副錯愕的表情看著我 大夫人雙眼發紅 恨恨地瞪著我 小賤人 你敢在這裡撒野 來人 給我把她綁起來 陳雲舟站在我面前 我看誰敢 其他兩位夫人 怕大夫人將臣府得罪了 討不到好 紛紛上前勸 我沒看她們 而是扶著姨母 帶著陳雲舟 去了姨母的小院子 大夫人 搓磨我姨母 我便拿五小姐出氣 五小姐是她的命根子 這兩顆牙還有這一巴掌 可比姨母受傷更重 據說 林家為了陳雲舟跟我回門 好生準備了一番 就連林家三位老爺 全都在家早早等著了 結果 陳雲舟連政廳都沒去 直接就來了我姨母的偏僻小院子裡 三位老爺徹底坐不住了 陳雲舟的父親是當朝大將軍 皇帝身邊的寵臣 林家大老爺不過是個五品官員 根本不敢得罪 二夫人跟三夫人本就心裡有埋怨 乾脆添油加醋 與三位老爺說了 大老爺氣得甩了大夫人一巴掌 訓斥她日後不得再為難我姨母 並且將五小姐關了禁閉 這才領著所有人來了我姨母的小院子裡 陪著陳雲舟吃飯 誰料 那三位少爺吃多了酒 哭著喊著非要叫我和禮 陳雲舟再也忍不住 將他們三人狠狠揍了一頓 林家鬧了個人仰馬翻 但沒人敢出聲阻攔 我跟陳雲舟借了幾個武功好的侍衛跟丫鬟 叫他們留在了姨母身邊 這樣一來 大夫人也不能再欺負姨母了 臨走前 我攥著姨母的手說 姨母 你等我 我一定會將你接出臨府 姨母笑著搖搖頭 姨母已經嫁人 沒辦法離開了 歇爾你與小將軍好好過日子 能看著你嫁個好郎君 姨母這輩子便沒有遺憾了 跟陳雲舟回了臣府後 我便與婆母學武功 我天生力氣大 練起武來事半功倍 婆母更說 我是天生的練武奇才 練了半年 雖說武功不及陳雲舟 但盛在力氣大 已經能夠與她打個平手 姨母有我留下的幾個人守著 沒再受過委屈 大老爺懼怕臣府 隔三差五敲打戴夫人 大夫人雖說心有不甘 但也嫌少趕再去找姨母的茶 而自打上次回門大鬧一次後 林家三位少爺跟武小姐都壞了名聲 武小姐無人提親 三位少爺無人敢嫁 林府門前一時之間十分冷清 成親一年 邊境與匈奴發生了戰亂 此時 陳雲舟已經不是我的對手 我與陳雲舟辭別了父母 一同去打匈奴 與匈奴打了半年 我跟陳雲舟大勝 班師回朝 皇上龍顏大躍 在宮中宴請我們 父親與婆母高興壞了 逢人就夸 說這次與匈奴大戰 我立了大功 說陳雲舟給他們找了個好兒媳 說我註定便是陳家的人 如此一來 無人敢再說我身份敵位 配不上陳雲舟的話 也是宴會至上 我才得知 林家因為貪污被抄家 所有人都要流放到邊疆 我心急如焚 恨不得宴會立刻結束 就算是劫育 我也得將姨母劫出來 我還沒讓姨母享福 怎麼能叫她去寒苦的邊疆度過餘生 宴會上 皇帝問我跟陳雲舟 此次立了大功 可有什麼所求的 陳雲舟想都沒有想 就跪在地上說 皇上 雲舟卻有一事相求 皇上 哦 說來聽聽 是加官進訣 還是給你家娘子求個告命 陳雲舟 都不是 陳想求皇上免去陳家女眷薛琦兒的責罰 薛琦兒 便是我姨母 我愣愣地看著陳雲舟 沒想到她會求這個 皇上先是疑惑地看向身旁坐著的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在她耳邊滴雨一番 皇上這才終於恍然大悟 皇上看著她 你不後悔 陳雲舟 陳不後悔 皇上大笑兩聲 好 朕準了 陳雲舟滿臉高興的希恩 我忍不住捂著唇紅了眼 我跟陳雲舟一起將姨母接回了臣府 回到寝房後 陳雲舟一臉歉意地跟我說 抱歉 薛琦兒 答應你的告命沒有了 我抱著她說 這已經是對我來說 最好的賞賜 謝謝你夫君 我抿了抿嘴唇 夫君 我還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陳雲舟一愣 什麼好消息 我笑著說 我有了 陳雲舟高興地將我抱起來 你的意思是 我要當爹了 嗯 是 你要當爹了